我身處的是香港墳墻 它是亞洲目前為止 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十九世紀 花園墳墻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 當時歐洲興起將墳墻變成 是一個花園 讓大眾進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 所以大家看到除了有噴水池之外 附近也有一些參天的大樹 我想超過一百年 探險隊一八四二 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了 回來了 今天平時我看著 大家看現場Live Youtube有捐錢多謝 捐錢吧 如果不看城寨就看DVB 我來的 不好意思 今天有個神秘人幫我按鍵 多謝他 多謝神秘人 多謝神秘人 是一個美女 是一個美女 你夠膽說不美嗎 我不夠膽 這樣我哪能說話 你問一些有問題的答案 多謝大家支持 今天我臨時上陣都多謝大家 有什麼做得不好的 多多包容 剛剛我們第一節 其實是由這個世界盃 世界盃講起 這個冰島 能夠透過這個足球 將政府與人民的關係 團結起來 一起去製造一個奇蹟 你說這個也像南非 十年前的一部電影 白人和黑人 都知道白人和黑人的種族問題 而他們很團結地 打入了一個大賽中 都類似這樣 但中國又不行了 中國我想沒有這樣的可能 香港也沒有這樣的可能 我想現在你看到 整個社會本身的撕裂 以至跟政府之間的關係 是什麼都做不來的 不是不行的 沒有效率的 不是團隊的一個人 我們看看傅家鎮 能否靠一己之力進入決賽 現在一定靠個人的力 算的了 是否單身和灼球 但不僅僅 我想足球 你說起國足 你剛才第一節也有提過 其實國足 我想其中一個問題 不只是國足的制度問題 國足的本身制度固然有問題 但另外 我想跟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性 都有相關 你說這也關乎黨國的體育體制 這個就是黨國的體育體制 就算打網球 李娜 跳出了國家體之後 自己賺錢 自己賺贊助 找外國的教練 馬上打到成績 但這個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我覺得體制本身 會成為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抑壓力量 其實 但另外一樣 我想跟我們的民族性 之前胡適說 我們差不多先生 然後柏洋就說 帳光文化 特別是柏洋所說的帳光文化 總而言之 你一個人就很厲害 幾個中國人走在一起 就不行了 因為大家互鬥 但是有問題 我一個人想很久都不明白 網友知不知道 其實中國女子足球隊 世界會打了決賽球 女子足球隊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男女差那麼遠 排球也是 排球女子都不錯 總是男子不行 是不是中國人的男性 就是承傳多些所謂差的特質呢 這個就沒有什麼研究 網友告訴我為什麼 找一下呂黎明 看看他有沒有研究 我想中國人 其中一個比較出名的 我們自己中國人都會承認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那個來鬥的性格 就是經常說小龍DNA 來鬥喜歡 來鬥喜歡來鬥 即是乎一個體育運動 如果需要一種越多的協同的話 是越難表現到很好的成績 我說小小 說足球 冰島的防守 其實他們不是靠一兩個球員 去記錄四未試 是靠一個聯防 是啊 衛進來之後 甩掉之後 第二層去保衛 然後第一層對保衛 不斷交叉保衛 這個是靠其實不是粗野 這個是靠他們 對執行戰術教練的指揮 以及對戰術保衛熟識程度 以及對隊友的信賴性 譬如我跟你兩個看什麼意思 我不相信你 我自己就穿了腳 隨時說不會幫我保衛 我自然很鏡 否則我之後隊友幫我保衛 包丑 我會近身一點 就算我看漏了不要緊 你幫我保衛 這個就看到那個國家不熟成 而中國是永遠沒有這個 中國人會有很多猜忌 究竟為什麼你擺我這個位 然後我又想看看 怎樣在這個位當中 然後去表現自己 為什麼我這個位 我踢前鋒 怎麼會你是前鋒 不要讓我威風一點 我要入球 所以我想足球 如果你是國足 要打入世界盃 我只覺得 可以可以 主辦就行了 主辦 要爭取主辦 實行的 才大氣粗 跟我們所謂的芯片科技 要能夠超越美國 我覺得都是 這麼渺茫的 都可以 我說真的有多引多一點 就是那個文工手工好一點 就行了 要做假 做假做得好一點 好了 剛才其實由這個世界盃 講到這個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 然後跟著其實我們講到 今時今日的中國 那個 其實為什麼會引入到中國 那個所謂的 叫做現在受到世界圍堵這個 topic 其實這個跟我覺得世界盃的關係也是有的 世界盃其實是一個彰顯 柔性國力 一個很好的場所來的 今屆就彈出了一個叫做冰島 OK 其實 你之前說 巴西 這些東西其實是會令到 全世界對你這個國家 那個形象是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其實你說的 其實巴西足球強國大 其實經常會爆很多貪腐的 是呀 但是你因為你 麥西哥更壞 麥西哥你說 他打得不錯 右手和之類 其實麥西哥更恐怖 正常那些煩毒犯 在當街射死警察都會減死 但是你所說的 就是體育賽事會令到一個國家去漂白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中國 就是叫做 就算奧運今後 好像前兩屆都拿 全部叫做總數最多 都是沒用的 就算他們在Timesquare 那邊不是有一個大屏幕的 不斷耀明 中國的運動員怎麼厲害 沒有用 不是曾經有用的 我覺得他在 應該說2008年 甚至是 去到2012年那兩屆 其實就 在國際社會當中 都會因為他們那個 所謂奧運會當中 所得到的成績 是認可他們的國家的實力 是真的上升當中 但是大問題就是 一亮劍就收工 但是就是 給那麼多錢做事 但是我覺得 其實那個轉折點 在哪裡呢 就是敢於亮劍之後 就是說 中國那種叫做 惡史能登 對於世界那個 遊戲規則 直接是不遵守 直接是要推翻它 要用我中國 那個模式 要用我中國 那個 我要輸出 我的模式 這個開始呢 我自己覺得 就 首先 就是由 政治領域當中 各個國家都開始 感覺不舒服 覺得不舒服 然後 當然 這種敢於亮劍呢 令到他在 無論在香港 你過去 無論如何 那些人都會尊重你中國 你對香港 你實施的所謂的 一國兩制 你好像做得不錯 都可以 順手承諾 好像 03年前 但是 你現在 連香港都成為了一個 示範單位 就告訴我 原來你是不順手承諾的 然後又告訴我們 《中英聯合聲明》 是一個歷史文件 是不是 我覺得這些情況 可能是五六年開始 習近平要用這個所謂的敢於兩劍 輸出中國模式 這件事是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影響 然後 他的那個修憲 是令到 連中國國內 都會產生了一種對你 反貪腐 其實是否其實 是一個政治手段 到最後 當然是 你想稱帝 你是不是想稱帝 所以我覺得 他這幾著 都可以說是令到 中國 以至到習近平的國際形象 是大幅下降 成為笑話 而且你最危險剛剛就是 譬如你 夫子經常說 你將所有國家的榮譽 包在一個人身上 當一個國家走下坡 或者 衰落即盡 就衰落在一個人身上 你玩完了 你沒有必清關係 現在 美國 特朗普又在玩 就是 剛剛又宣佈了 我不知道今天還是昨天宣佈了 對於中國的貿易制裁 就要升級 升級就去到 就要 向2000億元的中國貨 徵收10%關稅 那這些是什麼貨呢 不重要 我覺得這不是 我們的時事節目要 不是新聞報道 總而言之 特朗普現在就說 不行了 上次500億我要加碼 為什麼他要加碼 因為中國說 要陪玩 中國 當特朗普說 我要向你500億的貨品 徵收 所謂的徵稅的時候 徵關稅的時候 中國又學人 說 你500億 我又500億 向你 好像你在玩 挫大 鬥推 鬥大 鬥鬥 大 你中國就玩得差 大問題 你看到賭成都知道 周星馳 因為當時人們推一大副牌 推一元一元 輸發輸死人 還有最後一個情節說 可不可以投行輸一半 現在沒有 這個 那個是特朗普 那個不是一般的 不是大傻 你想想 你其實是很傻的 中國這個回應是很傻的 為什麼我不是傻的 你是露了底 為什麼 人家說500億 你就跟500億 再推 那就去協 我就完全看到你心虛 你夠膽 大一千億 大你二千億 我倒著命 賭神 這個就是我的命 加上去 Donald Trump這個人 絕對是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 negotiation 的高手 就是我這些 都叫做生意 所以都會有 中環生意 有這方面的經驗 我告訴你 當這個中國一說 我要向美國500億的貨品 這個徵稅的時候 我已經 我立刻 當時的反應就是 你死定了 當特朗普一定加碼 為什麼 你那500億對500億 你就顯示出你心虛 虛脅 你怕 其實你是怕 但是你又要 逼著要 要出招 拿著面子回來 這個500億回500億 我覺得是非常低手之作 其實我覺得 習慧平應該 玩的那些叫什麼 德州撲克 應去就不去 不應該就去 你不要跟人鬥炮浪頭 當你的底下 原來是廢的 筆都沒有的時候 你跟人這樣做的時候 你桌面那些500億就沒有了 還有你說的 那個商品裡面 要對稱 還有你美國裡面 可能說 裡面的名字好像說 中國對一些叫做 鋼 鋁 那些 如果你當你自己 生產不到那些叫做 精鋼連鋼的時候 你完全不進口 他連日本也不進口 那你自己進入其他工業 就崩潰了 不是這麼簡單 只是大約500億 對嗎 不止了 現在特朗普 還有 雖然與我無關 但是我覺得 他預計了什麼 就是說 現在美國的參議院 通過了 是 就說 這個中興 繼續制裁 這個川普政府 說七年懲罰這個中興 我們現在不懲罰了 不行 現在參議院就說 我們現在推翻你的決定 過了 今天過了 但是我覺得 川普偷陰陰嘴笑 老實說 這個時候還不陰陰嘴笑嗎 還不玩了你一下嗎 表面上不彎 我已經盡力拘捕 盡力拘捕 叫那些人不要 但是我控制不了那些人 沒辦法 那你看到 特朗普 即是接下來 你看到 他整個各方面的招數 出招 其實為什麼可以是這樣 因為他有太多牌在手 其實你看到 大家根本不對稱 玩這個show hand 中國是不能玩的 你要知道你不能玩 你的底牌來來 他只有二、三 你就真的只有五隻牌 人家特朗普是十隻牌 你怎麼玩 而且他的對家 不是只有一個 一單對單 旁邊有美國、日本、德國 一起整張桌子 對你一件 現在就是 澳洲跟你一起玩 澳洲的總理 其實 我們剛才上一節所說的 澳洲總理 其實是跟美國的口氣 是完全一致的 人家說英文 你說什麼 這個普通話 不同的同文 他現在視你中國 為主要的敵人 在國際社會當中 在國際社會當中 澳洲總理剛才說到 我現在對你們 在入侵別國的政治 是不能容忍 而且你提到這一點 我再提前一點 之前不是陸克文的 澳洲總理 說什麼 他只有一個女婿 直接說普通話 那陸克文 我看過一個報導 就是什麼 那裡的大陸的 劉學生 直接進去滲透 由當地大使館提供一些舉牌 給那些中學學生 他這樣滲透 都看不開眼 要翻你 對不對 那麼 那麼 特朗普呢 其實我最近 在這個 Facebook 看回他一條片 好像不知道 九六、九七 還是九八年 的一條片 當時 他其實就是一個 商人 基本上不知道為什麼 那條片 他講起朝鮮 他的論述是怎樣呢 他當時 你記得是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他就說 他的意思就是 現在 這個朝鮮 有核彈頭 他說我們現在 一定要 現在就抓他 那個談判卓上 讓他知道 讓他知道 如果他不就範的話 他會承受一個很嚴重的後果 接著那個 訪問他的人 就說 這個意思是 用一些外交的手段 來跟他說 特朗普說 你會不會相信 再過十年之後 他的彈頭會減少了 他整個 思維方式就是 對於這些 所謂的 會威脅到自己 你如果用生意的角度來說 譬如是對手 或者 如果你在政治的角度來說 就好像 朝鮮、北韓 這些國家的時候 他所選擇的方式是什麼呢 在二十年前已經說清楚 是說 我不會讓他有時間 去成為我 威脅到我的安全 這個事情 中國經常說 消滅於盟牙的狀態 是的 這個真的是 其實二十年前 特朗普的思維方式 已經是這樣 所以我想說 現在用美國 特朗普對於中國的欺負 欺凌 是不會停止的 是不會停止來的 除非他拿著好處都停不停呢 拿著好處的話 是因為為什麼呢 他拿著一手牌 你想想 現在中興 下一個是華為 最怕遇到聯想 因為你們這些傢伙在過去這麼多年 有很多罪證在我手上 是 就是說你們在作惡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男人出去 滾的時候 滾到滾汗滾 我老婆在家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就已經 留下很多罪證 有很多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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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個老婆 有一天 鬆出來 攤出來 然後 你給我一半財產 那層樓轉我的名字 不然我爆你的資料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你現在中國怎麼能跟美國玩 別人拿著一手牌 你真的不知道 現在的問題就是 中國是理在明人在暗 你知道嗎 那時候倒神有褲 逆徵看眼鏡 他以為人家看穿不看牌 其實現在要回轉 當了特朗普的席頭 就是看了底牌 人家 你看到華為 有了 你以為 你以為 你中國懂得開網證 你開人民的網證 現在美國 過去已經有很多 你中國企業的違規的文件 在這裡 第一 第二 你自己又不爭氣 在WTO開16年以來 你們的所謂的 只懂得 用抄襲的方式 你只懂得 捷徑 走 easy way 然後 所以你就有晶片科技 就這麼落後 就是你是自己拿來的 是不是 就是說 你是在浪費時間 你看看別人的日本 你看看別人的日本 人家日本怎樣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成為一個強國 人家就是跟從國際的遊戲規則來自強 你就是違反國際規則來什麼呢 在這裡玩 玩那些小小聰明的東西 偷人家的東西 偷人家的東西 你今時今日就落得如此田地 你說你讓我爆自己的小小東西 不怕了 我們黑歷史 我以前曾經 看看 七八年前 幫過一個中國 我這個幫他 來香港做燈的大陸人 來回展那裡做事 幫他做英文翻譯 做完之後 知道為什麼要做些什麼呢 叫他扮一條靈 在下面香港的展覽館 他拿人的卡頭去抄 他旁邊就扮我一條靈 我扮他 我扮他老闆 我扮他老闆 他們見到香港人 鬼佬才會被扮他老闆 這就已經拍了棍 這個我回應兩點 第一 你要抄 你不要抄別人16年 你抄第一年抄 之後 你之後就要有自己的東西 第一 你不要抄那麼久 第二 我做生意的經驗告訴我 有些東西是抄不到的 有些東西是抄不到的 就是說 有些東西 你自己的生意 你怎麼描述你自己的生意呢 你是不可以抄的 你一定是你自己是最清楚 你那門生意的 那個項目在哪裏 然後用你的方式去表達出來 但我又不同意你了 是甚麼抄不到 你說如果市場絕對自由 開放就說 抄都死了 死得而已 人家會再 2.03年這樣 再升級 但不是 我們之前抄了什麼 抄了Facebook 變了開心網 抄了你的ICQ 變成QQ 抄了你的Whatsapp 現在很厲害 是 自負寶 所以 這個就是現在 國際社會對你的 批判 你以為很可以嗎 你現在 你現在是 拆出國際 而衝出不了國際 你講得對 你過去十幾年 就做這些事情 然後 現在 你在一個全球的經濟體系當中 你說我在中國裡面 我是很大很大 你在中國很大 土豆網 就抄YouTube 全球最大的 全球最大的 土豆網 你不是在中國最大的 YouTube 人家全球市場 你說我在中國 你不叫土豆 幾十億 我不自在世界的生意 我不做催 所以你到最後 這個所謂用抄的方式 是不可能會在國際社會 不僅不受到尊重 你也都在整個經濟的領域當中 你只會成為一個很小的平台 還有他們所說 發展到 後來核心科技 有時候你抄不住 你買部件的時候 就是別人做的 你就玩完了 你百度又如何 你不可以跟Google比 說真的 無論是科技 無論是市場 你哪有得跟Google比 你說行大數據 浪費氣了 你那些數據 你只可以在中國的大數據裡面 人家Google正在行全球大數據 我現在進不了你中國市場 不進了 不跟你玩 看看誰的損失帶 你等於現在 你和美國在玩鬆輕 那就玩吧 真是笨 浪費氣 笨到無倫 你和美國玩鬆輕 就是說 人家無論是軍事軍力 經濟的規模 人家現在還是第一 你想想 你說經濟體系 美國目前仍然是第一 於是你看到 國際政治是什麼 國際政治看大佬 現在誰是大佬 美國是大佬 還是 即是說 你很厲害 剛才我第一 你很厲害 說自己2030年會成為 第一大經濟體 你去到才算 2030年 人家是不會進步的 人家站著等你會退步的 今時 還是說今時今日 美國仍然是最大的經濟體系 然後 接著 國際政治就是看大佬 現在誰是大佬 很明顯是美國 很多中國地方債務 去到GDP 去到90% 去到90% 公務員出不了 對 退休金要爆煲 你說 我就不是中國通 要承認 或者所說的所有事情 其實都是common sense 我一向評論都是common sense 我不是很清楚中國內部是怎樣 但是我 就知道 現在 即是在中國裏面 很多的地方 有些是出不了老師的薪 有些是出不了公務員的薪 還有 這個所謂的 那個安全什麼 社保 社保 現在最擔心的 就是社保那筆錢 究竟還不在這裏 去哪裏那筆錢 喂 大哥 那些拿官幾萬億 幾萬億拿走 還有美帝 接著又有一些 竟然 本來社保是不可以投資高風險的 即是社保 大哥 社保你怎麼可以投資高風險 一定要保本 一定要保本 最低風險的就是 最多就是 所謂的食成息 或者債捲 但是竟然 我忘了那個新聞 但是我看過那個新聞 就是 竟然是可以有官員 把社保的錢 拿去投資高風險的項目 你也是這樣說 匪夷所思 跟沙中線一樣 一會兒說 匪夷所思的事情 現在在中國那裏就是這樣發生 我們在香港現在覺得 我們好像情況很惡劣 但是其實 也可能我們比較少 我以前就比較多 看中國的新聞 但是近幾年都很少 不想看 但是 其實如果 你有機會看的話 你是會知道 中國裏面的地方的政府 是千瘡百孔 現在加上特朗普 我阿琛琛 在國際社會當中 對這樣欺凌 大頭欺凌 我們的祖國 我們的中國 我就真的很擔心 我們的中國 如何捱到2030年 這件事很嚴重 如何捱到2030年 因為我也說 你找回特朗普 他在一九九幾年 那個訪問 你已經知道 他的思維方式是什麼 只要他將你定義了 是主要的敵人 是敵人的話 他是不會讓你有機會 成為他的 就是 不會成為你的敵人 你這麼說 我看到你 是有 potential 成為我的敵人 我是不會讓你有機會 成為我的敵人 這就像學毛澤東一樣 先叫做什麼 分清次要和主要矛盾 現在主要矛盾就是中國 團結次要和矛盾 去圍堵你 所以我相信現在這個 我相信現在這個 就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戰 可能 要是 我覺得 要是 又投降 不止於貿易戰 就是為什麼呢 可能擴大到各領域的範疇 但是第二就是說 當然要看 這個習近平如何評估現在的形勢 和自己的實力 但問題是習近平不能回頭 像你所說的 他一縮就沒有了 即是他用國家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 要團結所謂的內部矛盾 也不行的 所以他 就算縮也不能讓他的人民知道 他縮 即是他要一種的說法 但是上次已經試過了 上次已經試過了 上次已經試過了 又洗版 上次已經試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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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過為中國人爭取到更多的美國產品 但是歐洲人爭取到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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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得了 這一幕真是很難照顧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中國走到這個位置 我自己覺得他真的只有兩條路 要是 要投降 就是 即是 投降 就是 乖乖投降 因為 為什麼我會覺得 這次是不少的 因為這次你的對手是Donald Trump 以前來說 我也不敢這麼說 因為Donald Trump 我覺得他的軌跡 告訴我們 他是會走到很盡 這個人 他去到很盡 他脫毛底褲還可以 他絕對是一個 不會說 在一個贏的過程當中 贏少一點的人 不是他會贏到你死 他會贏盡 他會贏盡 贏到你不能翻身 他會贏盡 所以你要是就範 如果不是的 我想習近平就只可以把所謂的矛盾 外移去打台灣 危險 但是我會覺得死得更慘 這是我的判斷 到時我所說 美國就多了一張牌 對 多了一張牌 exactly 如果你打台灣 你在整個國際社會當中 你簡直是無立足之地 到時沒有得高 不過 你就可以跟你的中國人民交道 我要實現 中國統一 中國夢就是要統一 在我的任期內 我要統一台灣 這個可以搞得到你可能的人民 但是你不會搞得到國際社會 你受到國際社會的圍堵 只會更加強烈 其實你講這個 可能是最後一次才講 大家不用這麼悔 最後才講 我們最後一個話題 不是差不多嗎 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講沙中線 其實也有關係 人民超市推出兩款新產品 行河咖哩屋的慈名咖哩三寶 魚蛋、魷魚、豬皮 加上野味的咖哩汁 看波小食就適合了 足料寒牛和人參 牛成的寒牛人參湯 濃郁的牛味和人參的金香 配合得天衣無縫 人民超市還推出世界杯套裝 看看有什麼選擇 A組有 啤酒、汽水、提子汁 三選一 B組 薯片、蝦條 八選一 C組有 魷魚絲 四選一 D組 花生、青豆 四選一 都是三十元 放下